静,思想要高度集中,不能存有杂念,但是人的思维是复杂的,要使中枢神经高度集中,处于单一的兴奋状态,实在不易,那么,怎样才能使思想集中呢?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自己的动作尽量做得正确,换句话说,就是动中囚禁,这样比较容易见效,久而久之,即可由这属而见物动静,由动静而接及声明的境界,情,太极权中的情,不能因单纯不用力来解释,情是相对于众而言的,太极经中说,左中则左虚,右中则右虚, 情就是不能有爆发力,其次是避免双重,情也可作人柔的解释,即柔软,然后即天刚,就是说明清的灵活性,情也不是松懈,松懈和爆发力争为太极权大计,情是有力不用,所以说,此松非松将斩位斩位太极镜,太极权的动作,手,眼,身法,步法,都介于有力无力之间,呈现将斩位斩知识, 虚实一本清楚,才能构成太极镜,懂得这个镜,则是练太极权高级阶段,只有在长期锻炼中,抹制喘魔,才能从心所欲,慢,练太极权要慢,但不是停顿,慢是相对快而言,慢的原则是要求贯穿,不能要断序,太极经中说,动极则即应,动缓则缓随 所以练太极权时,要求动作前后要衔接,所谓往复需要折叠,进退需要转化,使拳套动作廉免不断,节节贯穿,动作之间不能有一拖延 一般来说,一套拳使传统的老假太极拳,大约因控制在25到30分钟直接被适宜,锻炼有素的人,每次打完整套拳的时间基本相同,这就是功夫剩的具体表现 切,几是远真的意思,练太极权需要切切实实地下功夫,不可草率行事,无论哪个招式,都要做到准确 虚实要分清楚,动作避免欠缺,力神需东正安疏,脉步如猫行,运劲如抽丝,切的另一个意义是研究 练全时不研究,练后要回忆,哪个全是练错了,今后再练时要更正,这就是切、戳、拙、磨的功夫 如此下功夫则见不快以恒,也有双重重的含义,就是定时定量 首先是持之以恒,无论是严寒或酷暑都不能间断 其次是定量,根据个人体质和时间,制定相应的时间和运动量 时间和运动量需需逐步加强,才能逐渐提高水平 总之,静、轻、慢、切和五个方面的要求,是相互制于,相辅相成的 在练太极权时,只能并存,不能偏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